說他每次吃什麼 然後最後才問說 媽媽,那你覺得呢 那既然小孩喜歡吃 我就不會有什麼意見了 那我就說 好啊,隨便啊 然後小孩就說 媽媽當然隨便了 媽媽只要有肉雞就好了啦 你在... 爸爸,那不然你就在路邊 放媽媽下車好了 不是這樣的 因為對,他是比較不在乎吃 但是它不是肉雞 是 還沒叫做魚吃 有差嗎 這叫韓國魷魚 他特別喜歡吃魷魚羹 很好吃哦 辣的有沒有那種 辣醋加辣醋 對,就是那種 他特別喜歡吃 很多次他就說 我要吃魷魚羹,要吃魷魚羹 然後小孩就覺得他就是 只要魷魚羹就魷魚羹 我就是魷魚羹的命 魷魚羹人 是這樣的意思 對,他自己喜歡吃魷魚羹的 你會有一天 比如說全家出去的時候 你會先問他說 那Vicky你想吃什麼嗎 有啊 其實我常常是先問他的 然後他通常答案就是 臉很臭 然後 所以才在宿醉 就不想再問他了,你知道嗎 他有喝就好了 是因為我有跟他講過 說我有發過幾次脾氣 我說為什麼每次都要問小孩 要吃什麼 我們才去吃什麼 應該是小孩聽爸爸媽媽的幫忙 我發過幾次這樣的脾氣 可是他如果問我要吃什麼 我還是說隨便吃 還真是想不出來 對 因為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吃 就是我不喜歡去 他們喜歡去大餐廳 或者是吃好牛排 或者是很隆重的那種義大利餐 或什麼 那我其實覺得一餐而已 我覺得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 對我來講就很滿足了 我覺得屈哥是比較有儀式感 他覺得可能假日他要跟小孩 好好的吃一頓飯 對 那其實Vicky他可能覺得說 我不想要把時間浪費在 吃這個東西上面 所以就不太一樣 你們曾經有沒有出現過這種危機 就比如說可能真的是 很常要取消 或是沒有什麼這種感覺了 然後你們後來會怎麼解決呢 有這種 有喔 當然有 這個尤其是就 兩人關係不好的時候 那更是 這種事根本就別談了 對啊 但你們後來會講開來嗎 還是會怎麼解決 後來是慢慢慢慢會 關係變比較好了就 重溫就夢 重新深情的一吻 那個感覺 沒有 其實就是有一年吧 就是我們兩個關係淡到已經 就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那時候常在教會哭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甚至有談到就是說 要分開這件事情了 然後因為兩個人都在家裡面 可是變成是 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這段時間過了大概有一個月吧 連小孩都說 你們兩個好就好 不要管我們 然後你們要做什麼決定 都不要管我們 反正你們自己兩個人 好像已經在 最後一步的邊緣了 對 後來有一次吧 我記得 他就說 他就只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你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就這樣 然後兩個人就自然而然的 魷魚乾